大家好,我是文瑞 最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的名字叫做 关于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这里面的核心要点 就是这个通知它取消了银行网点 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数量限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以前的规定当中 商业银行的网点 它和保险公司合作的数量不能超过三家 但是现在这个限制就没有了 你随便合作 银行的网点随便卖保险 大白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有人说这个事情和中国的金融风险 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太大了 它具体联谊是这样 简单讲 现在银行也要不行了 保险公司也要不行了 就这么个意思 两个人一起合作 看能不能 多赚点钱 就这么个意思 现在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好 大家没有钱了 怎么买保险 现在很多年轻人 连社保都不愿意交了 医保都不愿意交了 他还有什么钱去买其他的保险呢? 保险不好卖了 对不对? 怎么卖? 对吧 所以说保险公司 它就想和银行合作 对吧? 因为毕竟银行和民众接触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银行对于很多老百姓 你手里有多少钱 那它是门清 对不对? 聊入之掌 是不是? 所以说 保险公司就和银行合作 那么现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他就同意了这一点 又反过来讲 说银行为啥同意这么做 当然银行 它也是有它的利益所在 银行现在日子也不好过 对不对? 现在想赚利差 不断降低利率 利差越来越不好赚 银行也不好往出债库 然后很多窟窿的钱也回不来 怎么办呢? 好 和保险公司合作 和保险公司合作以后 它可以赚一些手续费 对不对? 它的人卖出去保险 它肯定是不会白给保险公司卖 它肯定要收取一些中介手续费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 你一看就明白 现在保险公司也不好干 银行也不好干 对吧? 这都是两个非常大的产业 国家政府就急了 你们一起来 看看怎么办 想想办法 现在银行 整个业务就多了 又是卖保险 又是卖基金 又是卖理财 又得积极去放贷等等 银行的这些业务员工作人员 可能就相当不容易 但是这里面 我要强烈 大家一定要小心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一定要小心 你去银行的时候 你去做业务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就去简单存款 对吧? 他给你介绍了很多内容 说的都是一些专业术语 你可能听不懂 你就能听懂一点 这个可能是回报率挺高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你就签字了 对不对? 最后 你的一笔存款 你以为是存款 它最后可能变成了一个 什么大额的保单 你说你找谁收理去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事情 很多中国民众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大家一定得小心 现在银行都开始卖保险 他肯定 我想肯定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 就现在银行 很多银行 现在也是 做法也是很过分 现在银行也是急了 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 银行在大堂里面卖豆浆 不是卖豆浆 就送豆浆 在大堂里卖 给老板娘送豆浆 然后就让你们过来看看银行 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财 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让你们过来体会一下 了解一下 总之你就看整个现在商业银行也好 包括包饮公司也好 整体上他们的状况都并不是非常理想 它就是整个中国金融要出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前奏 这是我想说的 今天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 在5月11号 中国央行发布了2024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它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引起很多人关注 大家非常吃惊 大家吃惊 怎么回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前4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了7.32万亿 那这个你再听我说 然后相较于一季度的11.24万亿减少了3.92万亿 什么意思 就是1233个月一季度 它这个存款增加了11.24万亿 那么到4月份 4月份哪怕是你一分不增加 那么前4个月不还是增加了11.24万亿吗 但是到了4月 4月过完以后 前4个月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7.32万亿 反而少了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4月份有大量资金 从银行里流出去了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加上前三个月 前三个月因为增加了比较多 所以说整体前4个月好像还是在增加这样 也就是说4月份有近4万亿的资金从银行里流出去了 银行存款减少了这么多 那么到底是咋回事呢 这个其实我也并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现实就是这个钱从银行出去了 那它为什么从银行出去了呢 咱们可以简单这么讲吧 就是这个存款有个人存款 企业存款 包括政府某种形式的存款 出去了 出去它是为了投资吗 现在中国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地方 对吧 股市也不行 房地产不行 各个方面都不行 不是为了投资的话 那它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消费 那就是它没有收入了 不论是企业个人还是政府 它没有收入了 没有收入 那它只能花存款 消费呗 对不对 企业发工资 政府发工资 或者是老百姓怎么样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还贷款 或者还欠债 就是现在这我也没有收入了 对不对 这人家都跟我要钱 这欠很多钱怎么办呢 只能把银行的钱力拿出来 去还债 就是资料们是没钱了 自己花 要不就是没钱还贷了 拿银行的钱去还贷 比如说还这个提前 还这个购房贷款 等等等等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这个信号 也就是说整体企业 个人财政 整体的收入在大幅度的降低 非常可怕 减少4万亿 然后咱们再往后看一看 如果说下个月又恢复了正常 那这可能 它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现象 但是中国政府的数字 咱也不能信 但如果下个月依然在 大规模的存款减少 那这个就是一个 大的金融动荡的一个开始了 这个是我想说的 今天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 就是13号这天 财中部公布了 2024年的这个一般国债超长期 特别国债发行的这个安排 这个超长期国债 20年30年50年 天哪 这简直太长太长了 然后他这个就是30年期最先 这个国债最先将在5月17号 就过几天以后 就要这个发行了 然后整体这些国债加起 今年发行1万亿 1万亿 而且大家听好了 这1万亿 不是说今年发了就没有了 然后在今年连续几年 要发行这个超长期这个国债 明年是不是1万亿 不知道 反正是要陆续发 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发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国债啊 好像我看到网络里面有很多人说 98年发过 然后07年 2007年发过 2020年 这几个年份都比较特殊了 这我就不去过多解释 现在发这个国债 看到有人说啊 它是要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事实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这个话我觉得就都太虚了 他为啥发这个 就是没钱了嘛 对不对 你说就发一些专项债 比如说啊 怎么怎么样的 你钱给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会把这钱怎么用呢 是不是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对吧 你想想 大家都饿得不行了 你说钱来了 对不对 我们留着 不能弄 那现实嘛 对吧 以中共的那个道德 道德水准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钱嘛 最后全都是你名声挺好听的 肯定是最后这些公务员啊 这些官老人们全都分了 对不对 没钱了 地方政府菜太穷太穷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说呢 就这里面啊 就是我也提醒各位啊 刚才我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去买那个保险 然后这个呢 就是千万不要买 去买这个国债 50年啊 对不对 香港当时回归的时候 怎么说的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50年不动摇 结果不到30年 就怎么样了 现在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 是不是 你中共的话能信吗 20年 30年 50年 对不对 到那时候中共有没有 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那你的国债 去找谁要去啊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真的 非常非常小心 现在整个啊 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金融状况 各个方面 全都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 这些问题 那么中共 以前我一直强调 他就是靠强起家的 他也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 对吧 他只能就是 没钱了的话 他只能是继续抢 继续偷 那么外资也都走了 民企也都 很多富人也都走了 那就只能是针对 这个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啊 对吧 你的什么水电气暖啊 各个方面 就从你那开始挖酒菜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 很多中国老百姓啊 要面临的一些 非常悲惨的一些状况吧 给大家提个醒啊 总之现在中国的 这个金融系统啊 非常的这个脆弱 这一节呢 就简单和大家聊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